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1月18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结束在温州的封闭集军 国拼下一站就是世拼赛 大巴车上李武军抓紧时间采访队员对比赛有何期待? 樊振东希望到达比赛地之后,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 争取两个单向都能冲击最高领奖台 女兵三大主力孙颖莎、陈梦、王曼玉延续低调状态 三人口径一致要打好每一场比赛 这时大巴车缓缓启动就要离开,李武军差点没下来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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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没下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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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我们还没下,稍等谢谢谢谢 网友纷纷表示,这样的李叔实在太可爱 让我们期待国拼建额继续奏函 昨日苏炳天现身极大,给学生第一个挑战就是9秒83着实可怕 大部分同学发出了惊呼表示压力山大 这不是明摆着在跟学生们开玩笑吗 原来苏神是要同学之间互相激励迈开步伐 如何起步,摆臂以及高抬腿都要讲究方式方法 这个动作做好了翘臀不在话下 苏炳天从飞人变成了最牛老师 跟他学习的同学们有福了 中国短道速滑队公布世界杯第三战名单 五大镜,袁子威,赞可欣和韩宇同都将出战 力争拿下满俄冬奥会参赛席位目标不变 目前四战世界杯已经进行多半 五大镜在前两战男子500米比赛中都未能如愿 稳定状态克服困难才能度过难关 网友已经卯足尽要为你加油呐喊 加油五大镜,加油中国短道速滑队 斯诺克冠中冠凌晨结束一场焦点大战 严炳涛4比1先翻大满冠 纵观整场严炳涛布局合理 走位精准,没有出现大的破绽 顺便给莫菲挖个小坑 迫使对手把错犯 严炳涛小组决赛对手塞尔比依旧乔汉 上一场刚刚完成了大逆转 此番交锋严炳涛没有给逆转王刘玄念 6比3战胜对手 连世界台联都为他点赞 贝比奥特派热搜 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江湖up主 今日热搜 安之拉贝比冲浪又翻车了 笑不活了 贝比冲浪在耍帅 网友却在看贝比翻车 近上一次狂摔15次冲上热搜之后 贝比越来越喜欢冲浪了 对比之前几次 贝比这次进步很多 技术非常的熟练 一看就是玩了很多次 并且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训练 网友纷纷为他点赞姿势都专业了不少 虽然最后还是翻车了 但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卑鄙的快乐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 ATP年终总决赛小组赛如火如荼 今晚胡尔卡齐迎战 竞敌自维列夫 这场事关出现的争国战注定引人关注 这个小组中梅德威德夫已确定胜出 如果能战胜对手 自维列夫也能步入四强队伍 但是胡尔卡齐也必定会全力以赴 生死大战即将打响 让我们共同关注 体育江湖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